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8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曾经制霸全球 如今是风光不再 而且随着美国计划投入数十亿美元 发展芯片制造业 以反制中国 日本担心它最后仅存的一些半导体势力 也会不保 由于客户不断的流失到价格更低廉的竞争对手手中 而且日本也未能保住先进制成的领先地位 日本半导体产业经历了失落的30年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资料 日本在全球的芯片制造业的份额 已经从50%锐减到了10% 在贸易战和安全隐忧的推动下 中国和美国都在大力支持芯片生产 日本官员担心 日本可能彻底的失去立足之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自民党内部会议上表示 我们不能光是继续一直以来的做法 必须在完全不同的层面展开行动 日本经济产业省今年稍早发出的文件显示 预测到2030年 日本在芯片行业的占比份额可能被降为0 这说明了日本对于无法插足全球科技势力洗牌的担忧 在半导体产业链中油的日本企业 为芯片商提供晶圆 化学品和生产设备等 这些日本企业仍然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而他们的未来正是日本当局最主要的担心 日本官员担心 美国吸引亚洲芯片代工巨头 比如说台积电赴美设厂 这会诱使这些日本供应商也跟随赴美 因为作为供应商距离越近越好 这样更加有利于信息的交流 日本官员说虽然这种转变可能不会立即到来 但是它很可能在未来发生 但是当路透社询问日本的主要半导体供应商时 这些公司都表示 他们目前没有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的计划 为了留住他们 日本需要芯片代工厂购买他们的晶圆 机器和化学品 并且确保为日本的汽车公司和电子设备制造商 稳定地提供半导体 台积电担心其台湾业务可能会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 而寻求海外扩张 它已经在东京附近建立了一个研究和开发中心 同时它还在审查在日本建立一个制造厂的计划 然而到目前为止 台积电最大的外国企业 是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的一个价值120亿美元的工厂 为了在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 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政府 在6月份批准了在经济产业省制定的一项战略 以确保日本有足够的芯片来竞争关键领域的技术 包括人工智能、高速5G和自动驾驶汽车 一项举措是将日本变成一个亚洲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会产生对半导体的巨大需求 这反过来就会吸引芯片制造商在附近设厂 然而其政策的成功将取决于资金 到目前为止 日本已经拨款45亿美元 用于加强技术供应链 以帮助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 应对芯片和其他部件的短缺 并且向5G转变 但是这笔金额与中国和美国的投入相比 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日本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协会说 在目前的支持水平下 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很艰难 我们希望政府的激励措施 能够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当 美国参议院已经批准了一项法案 授权为新技术提供19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 包括540亿美元的芯片 而欧盟则计划花费1590亿美元 来培育自己的数字经济 为了与这支出持平 日本将不得不拨出大量的公共资金 而这些资金原本可能用于健康和社会福利 经济产业省尚未说明 他认为自己需要多少钱 日本前经济振兴部长说 鉴于日本的财政状况 将很难与美国、欧盟和中国相提并论 拜登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计划 遇到第一个重大考验 可能不是需要国会批准的气候立法 而是管理因为中国电池板被扣押 而受到震动的全球太阳能供应链 知情人士称 在拜登政府对中国和尚归业生产的设备 颁布禁令之后 多家公司的太阳能组件 已经在美国海关被扣留 这些事态发展可能打乱美国的太阳能市场 并且有可能危及拜登提出的 到2035年实现无碳电力部门的目标 太阳能工业协会主席Hopper 在电子邮件中说 新的海关执法行动所带来的破坏性和负面影响 是不可估量的 对美国太阳能市场的干扰是重大的 太阳能开发商现在正在争先恐后的证明 他们的货物中不含有和尚归业生产的材料 拜登政府的禁令是针对新疆地区 涉嫌侵犯人权的一部分抗议 但是中国否认这些指控 称其试图破坏成功企业 和尚归业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睛龟制造商 眼睛龟被提炼成多金龟 是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 业内人士说 这种材料是太阳能电池板的原始材料 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模块 都很难证明它不包含这种材料 在川普坚定地推动化石燃料之后 拜登似乎想要成为一个 美国历史上在气候方面最进步的总统 然而美国的太阳能行业 已经被高成本所打击 包括模块和运费 彭博全球太阳能研究主管 Jenny Chase表示 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价格 已经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约40% 扩大关税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价格 阿特斯太阳能公司表示 由于采购问题 他们从中国运往美国办事处的 四块样品组件上周被官员扣留 所有中国货物都可能在边境被拦截 据知情人士说 其他公司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 在不同的港口有多个集装箱被扣压 其中一位人士说 产品被扣留在美国海关中的成本过高 使得其他公司质疑是否值得冒险 尝试向美国进口 代表可再生能源开发商的 美国清洁能源协会表示 他反对任何强迫劳动的做法 但是警告负责人的执法对于实现气候目标 只关重要 因为美国正在致力于40千兆瓦的太阳能发电项目 清洁能源协会说 最近的执法行动超出了预期目标 有可能对美国的太阳能部署产生重大的影响 美国撤军阿富汗后 部分的中国台湾媒体质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并且称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对此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将台湾与以色列并重 表示美国对盟友的承诺神圣不可侵犯 美国自阿富汗撤军后 中国的官方媒体 比如环球时报等撰文指出 倘若台海发生冲突 美国会放弃台湾 因为阿富汗不是美国抛弃其盟友的第一个地方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对此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昨天于白宫记者会上驳斥这种说法 他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并没有改变 沙利文说 我们相信自己对盟友伙伴的承诺 始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们也相信自己对台湾和以色列的承诺 一如既往的坚实 沙利文认为 阿富汗与台湾的情况不可相提并论 他说2448名美军在阿富汗丧身 并且投入了上兆美元 提供资源给阿富汗 而且美国在2011年时 就曾经说过会在2014年撤军 之后已经多待了7年 远远超过十多年前立下的承诺 沙利文说 美国总要在某个时间点告诉阿富汗人民 你们必须为自己而战 白宫发言人沙奇则说 我们发出的讯息很明确 我们支持在世界各地 受到俄罗斯及中国特定政治宣传所影响的盟友 我们也将继续透过行动来兑现这些承诺 许多美国专家认为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比喻并不恰当 专精于研究台湾的史丹佛大学研究员 齐凯利就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阿富汗和台湾的状况无法相比 齐凯利说 在经济方面 台湾是美国第十大贸易合作伙伴 而阿富汗则排名第105 美国在台湾周遭有五个军事合作上的盟友 他们面对的威胁都是中国 任何美国对于台湾承诺的变动都会牵连到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 然而 也有专家认为 美国在阿富汗划铁炉 确实会让中国进一步质疑 美国对台湾的帮助会到什么程度 前美国驻北京大使伯卡斯表示 他认为阿富汗的事态发展 会让中国大胆地在台湾议题上做试探 以观察美国的反应 昨天中国出动作战舰艇等 在台湾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进行士兵演练 同时解放军军机也连续第三天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根据台湾国防部统计 今年到目前为止 进入台湾空域的解放军军机 已经追平去年全年的380架次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则说 近期美台频频勾连挑衅 发出严重错误讯号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已经成为台海安全风险的最大祸源 昨天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向总统拜登呼吁 要求拜登阻止短视频应用抖音的美国版TikTok 在美国的发展 并且表示中国官方已经入股了 抖音的北京母公司字节跳动 其动机令人怀疑 拜登政府于今年6月份撤销了 川普时期的一系列行政命令 包括禁止在美国下载微信和抖音 卢比奥说北京的侵略性清楚地表明 该政权将抖音视为党国的延伸 因此美国有必要这样对待它 公司记录显示 中国政府已经获得了抖音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旗下重要子公司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 和一个董事会的席位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在4月30号的交易中将1%的股份 出售给了一家网头中文科技有限公司 而这家公司是由三家中国的国有企业所拥有 包括一个由网信办支持的基金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回应 卢比奥是为了谋取个人政治私利而罔顾事实 才会发表反华言论 赵立坚更加直言说 他注定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以上就是今天 花儿